7月29日,全球唯一大熊猫三胞胎,蒙帅酷,在广州迎来五周岁生日。 这是姐姐蒙梦首次参与繁育并传来好运消息后的第一个生日。 也是准舅舅帅帅酷苦适应分家生活后,第一次过生日。 当天,来自全国的30组同样5岁的三胞胎家庭, 齐聚长龙野生动物世界,可爱的三胞胎们都一起来为熊猫三胞胎庆生, 现场成为大规模的五岁三胞胎生日派对。 五岁对于人类来说依然稚嫩,小朋友们依然无忧无虑, 但是对于熊猫三胞胎,五岁已经要各自面对自己的熊生新阶段了。 2019年5月,大熊猫三胞胎中的姐姐蒙梦首度回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, 参与国家大熊猫繁育计划。 宇佩对系数最合理的熊性大熊猫成功交配。 对于姐姐的照顾呢,一个是给她创造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安静的环境, 她那个玻璃呢是隔音玻璃。 另外呢,就是在思维方面呢,我们有爱心的思维, 每天呢要跟她,思想员要跟她爱心交流, 比如我们边喂她呀,边跟她聊聊天,说说话, 据介绍,从四川回来后,萌萌胃口180度大转弯, 饲养员只能每天一大早准备十多种新鲜竹子给她选择, 直到她挑选到最喜欢的孕期美食。 而即将升级当舅舅的帅帅和库库,也开始了独立生活。 2019年4月,长龙饲养员尝试给两位弟弟重新分配独立房子。 刚分开时,彼此都有点不适应, 但他们很快就完全适应独享的居住环境,胃口恢复正常。 这五岁的库库呢,是非常调皮的,她比较贪吃,也比较贪玩。 那无论是她在睡眠睡得很特别熟的情况下, 那只要我们县袁稍稍喊喊一下库库, 她马上就会爬起来,然后呢,就知道有吃的了。 所以她是比较贪吃的,然后跟人的互动也是比较好的。 那帅帅呢,目前来说,她有自己的主见, 比较有,就是有自己的主意。 如今,帅帅体重已达127公斤, 库库更是赶超哥哥,长至129公斤, 比不到100公斤的准孕妇姐姐都要重。 据介绍,雌性大熊猫4岁左右进入性成熟, 雄性大熊猫要到6岁左右才达到性成熟。 7月29日,欢度5周岁的帅帅和库库, 有望荣生救救。 或最快于2020年争取加入国家大熊猫反育计划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